口交的时候如果男生射精在女生的嘴里 这个惊异女生该吐掉或者吞下去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手女jojo 大概99%的男生几乎都喜欢被口交 所以如果你是那稀有不喜欢被口交的1% 请一定要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jojo 而或许因为A片的影响 有不少男生对口暴也有一定程度的喜爱 也就是在接受口交的过程中 在伴侣口腔内射精的意思 而为了可以简单说明 我们在接下来的影片里就说伴侣是女生好了 那所以女生对于被口暴又是怎么想的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说一下精医的成分吧 男生每次射精精医量大概是2到6毫升之间 但2到6毫升是什么概念呢 这瓶眼药水是10毫升 所以男生每次射精的量 大概就是在这个眼药水平的5分之1到5分之3之间 而精液里面的成分 你可以想成大部分大概70%是除精囊的分泌物 小部分大概30%是摄护线分泌物 然后看每次射精的情况 只有少少少于1到5%的精液成分是精子 那可不要小看这个比例很小哦 因为这1到5%可能就已经是好几亿只的精子了 那这些除精囊还有组护线的分泌物 我们都能够总称为精浆 而精浆基本上95%都是水 剩下的就是一些糖脂肪蛋白质等等 所以总而言之 精益吃到嘴巴里或者吞进体内 大致上从健康的角度而言看是没问题的 想要让你的口交体验变得更好玩 更享受吗 看频道一阵子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啾啾是非常鼓励大家 在性爱过程中也配合润滑液的 那很棒的是润滑液有很多种选择 其中这个就是Play and Joy专门为口交推出的润滑液 啾啾手上的这个是水米桃风味 另外还有草莓口味 啾啾吃过很多品牌的口交润滑液之后 觉得Play and Joy的这个味道不会很假 更重要的是成分是食品等级的 不含任何的Paraben也没有任何苦味 而且是水性配方 所以可以搭配保险套啊配合玩具啊都很OK 你只要一打开真的就可以闻到很像真的好甜甜的味道 吃起来也非常好吃 好吃哦 好想要把整瓶喝下去啊 他们听说是可以直接拿去沾吐司的 而且也蛮持久润滑的 也不会黏 所以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口交适合的润滑液 这就相当推荐这个Play and Joy 就会请去口交易 就会把链接放在影片下方 好那我们会来继续讲口报 Joco曾经在这支第一次的影片里说过 自己性经验最初的开始 是多年跟男伴的口交职交但没有性交 也因为这样子很多时候男伴的高潮射精 都是在Joco帮对方打手枪或者口交之下完成的 因此有的时候便也会为了要省去射精 噴的到处都是的状况或者其他因素 而口报在Joco的嘴里 那所幸Joco有过的男伴大多也都还算是好男生 所以所有的口报都是在Joco的允许之下发生的 那这也是关于口报Joco第一个想要提醒所有观众注意的一点 就是口报一定要告知 接受口报者也有被告知的权利 如果你是男生除非你跟女伴在性爱上已经有非常好 非常清楚的默契 要不然绝对不要在没有经过女生的允许之下 就口报在女生的嘴里 因为要知道对大部分的女生而言 愿意口交你是一回事 但愿不愿意让你射精在嘴里 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男生如果抱着你都愿意吃了 射在里面又怎么样 这样子的态度 那Joco想要温柔的告诉你 就真的不是一个够尊重他人的表现 而且通常也会让大部分的女生感觉非常高高 比较有质感的女生 估计下次就不会想要再找你了 所以男生记得取得口报的允许是很重要的 那Joco也知道在要射的那一瞬间 其实男生是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的 所以你当然不能等到那一刻才问女生 而是必须在当你兴奋感逐渐提升 你觉得慢慢越来越尖进高点的时候 你便应该给女伴提示说你快要射了 让女伴自己有机会去选择要继续或者抽离 又或者男生如果不确定女生的意愿 当然你也可以问 可以射在嘴巴里吗 那女伴如果愿意 也许会直接点个头 甚至加尽力道 要朝让你在他口中爆发的目标进行 那对于女生Joco则是想要说 关于口报 不论你多爱一个男生 如果这真的不是你愿意做的事 你绝对有权利 而且有义务要去拒绝 特别是如果男伴明明知道你是讨厌口报 却还不顾你的感受设在你嘴里的 那这样子的男生便不值得你再来往 毕竟要记得 如果我们自己不重视我们自己的感受 不去为自己的幸愉悦发声 那他人自然也不会重视这件事 会以为你不在意或者甚至是喜欢的 又或者甚至久了 就根本把这个当作是理所当然 都有可能 然而性却是非常敏感的 不论男生女生 但特别是女生 如果我们不断去勉强自己 接受一些我们其实心里无法接受 或者还没接受的特定性行为 日积越累 我们会开始在心里积怨 会越来越讨厌自己的不勇敢 长久下来到最后 你可能连任何性质都没了 那就太不值得了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当有不舒服的时候 就及早反应 况且一个真心为你好 在乎你的男生 应该要是一个愿意聆听 在乎你的感受的男人 而不是只会顾着自己爽 而自私随便乱口报的 不过当然这里也要温柔提醒一下女生 对于性 男生的心也是很脆弱的 所以在讨论性事的时候 记得避免批判的口气 温柔软下姿态沟通 通常效果是比较好的 再来 假设口报了 精益究竟要吐掉或者吞下去呢 舅舅会说这个问题完全是要看 每一对情侣的互动 但最终权力还是在女生本身 就是现在38岁 20多年来大多时候 都是在口报后 把男伴的精益吐在卫生纸里 然后丢到垃圾桶 或者直接吐在任何当下 立刻可以拿到的容器里 毕竟你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一定 刚刚好有一个垃圾桶在旁边等你吐 对吧 但要记得 吐过精益的容器 如果不是立刻 最起码大概两天内也一定要清理 要不然精益暴露在空气中太久后 很快就会转化成一种很新的味道 你可能不会太喜欢 亲友注意到 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小尴尬 曾经有一些情况 久久是选择吞下精益了 比较好的状况是 对方是一个自己深爱 而且很信任的伴侣 而精益本来就是一种代表男性力量的物质 所以在那个当下 就觉得感觉是对的 也很愿意跟对方有那么深层的亲密交流 所以选择吞下了男伴的精益 当初那也是很美妙的体验 但也曾经有过一些比较不好的情况 就是当下难办是以一个比较挑衅或比较的语气 要久久用吞精的行动去证明对他的重视 而当初当下的自己 便因为这样子而吞下了他的精益 但事后久久心里的感觉是很不好的 因为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被施压或者诱导而做的决定 并不是心里自己当下真正的意愿 而这也是久久特别想要分享给观众 关于口报的第二个重点 就是如果是一个心智够成熟而且对自己有自信的男生 其实是不会要求女伴用吞精这样的行为去证明什么的 也不会因为女伴选择了吐掉她的精益而受伤 但当然女生在吐掉精益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感觉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女生就是一种好像很不屑觉得精益很肮脏的态度 那当然就有可能会让男生感觉不好感觉受伤 但如果女生就纯粹只是吐掉而已 没有附加什么其他的想法 那男伴自然也会感受到女生的自在 通常也就比较不会有不好的感觉或想太多 甚至可能还会主动拿卫生纸或者容器给你吐 或很幽默的陪女生一起送别那些被吐掉的蝌蚪小兵 开些幽默的玩笑都有可能 但无论如何就只希望所有的女生都可以记得 就算你为一个男生口交要不要吞精 纯粹就是你的选择 并不绝对需要跟对男伴重不重视 或者够不够的爱男伴等等的想法绑在一起 而且虽然目前频道还没有讲到 但从能量跟灵性的角度而言 除非真的是你很亲密很有信任感的爱人 要不然啾啾个人本身并不建议轻易吞下他人的精益 这个部分如果有机会以后会讲更多 但讲到了吞精 啾啾啾也必须要再补充一点 如果你是男生 你又真的很在意女生吐掉你的精益 那你需要做的是在性爱以外的时间 找机会跟女伴好好沟通 先了解彼此对吞精的感受 而不是像啾啾之前举的经验 在口报的当下才用言语去施压 逼对方吞精或者诱饮对方吞精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再来很多男生要求女伴接受口报啦吞精 但是口报后却连女生的唇都不敢亲都不愿意亲 仿佛是多脏一样 那那样的感觉那样的心态是很不好的 所有的男生在你要女方为你口交之前 特别如果你想要他接受你射精在他的嘴巴里 甚至要他吞下去 那你自己最好先尝尝你自己的精益 先喝下自己完整射精的精益一次 你就会知道含着整口的精益在嘴巴里的感受 还有那个口感或者味道 要看男生的健康 平常的饮食习惯 还有当下射精的状态 有时候精益可以像是一股很浓的痰又或者是蛋清 味道可能好或不好很难吞咽下去或者还好 但大致而言都并不是一个大多人最熟悉或者直接能够接受的口感或味道 而男生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吃自己的精益 那你又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女伴接受呢 因为就如同所有人与人的关系 互相尊重是很重要的 在性爱里面更是如此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欢迎你留言跟舅舅分享 任何你对口爆吞金的看法或者经验 如果男生想要知道更多 如何让女伴更享受跟你做爱的知识 也欢迎报名舅舅的高桥连连课程 您就会放在影片下方 那当然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别忘了订阅分享按赞哦 我们都要幸福哦 救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